据环球网报道 外媒引述美国官员的话称 俄罗斯军方向派驻在乌克兰边境地区的部队提供血液制品 而血液制品是在冲突发生后治疗伤患的必需品 美方官员表示 虽然这并不是判断俄罗斯打算入侵乌克兰的绝对因素 但是是美国关注俄军动向的一个方面 不过乌克兰副防长莫里亚尔则表示报道不实 称这是心理战的一部分 目的只是为了散播恐慌 此外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列斯基 认为美国方面夸大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威胁 他怀疑美方另有所图 美国政治报网站以多名接近泽列斯基 及其团队的人为消息源报道 泽列斯基对美国政府的不满越来越强烈 且担心美国在蓄意夸大俄罗斯入侵威胁 以创造政治条件 从而能与俄方达成协议 泽列斯基28日在记者会上敦促西方不要制造恐慌 美国乌克兰和北大象公约组织声称 俄罗斯在靠近乌东部边境地区集结重兵 有入侵之事 俄罗斯坚决否认意图入侵乌克兰 强调俄方安全受到北约威胁 因而有权在境内调动军队以保卫领土 俄罗斯外长称 乌克兰被美国人利用了 值得一提的是 乌克兰最高拉达大楼外 近日发生了抗议活动 抗议者要求泽列斯基 阻止与俄罗斯可能发生的战争 抗议者表示 乌克兰政府在鼓吹 俄罗斯可能发动侵略的说法后 部分乌克兰人开始想购食物 并储存生活用品 同时有的抗议者质问泽列斯基 我们不想和俄罗斯人民开战 俄罗斯人民不想和我们开战 为什么这一切 总统先生 根据全球火力值排名 俄罗斯第二 乌克兰第二十二 那么未来走势如何 仍需继续关注